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人类已经推测存在着五维 六维 七维 八维 甚至十一维的空间 科学家的推测也算是对 的确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更高维的时空 甚至存在着十一维的时空 这都是对的 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四维时空 四维时空到底是怎样的呢 好 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四维时空 关于这个四维时空啊 我同时要讲的是四维时空的存在与人的梦境或于梦界紧密相连 在梦界存在着四维时空 在现实世界也存在着四维时空 那么大家可能非常关心啊 我们地球上存不存在四维时空呢 我给大家的答案是存在 在北魏29度的这个方位 在美国大西洋中心的这个位置的上空 存在着四维时空的一个入口 大家是不是感觉很惊讶呀 对 大家应该会感觉到非常惊讶 四维时空 经过我的观察和验证 四维时空真实存在 并且四维时空里的人 对 四维时空内有人的存在 人的身高是我们地球人类的三到五倍 都比较瘦高啊 虽然那么高 但是奔跑的速度那太快 跟飞一样啊 并且里面的植被植物都长得非常的高大 虽然长得比较瘦高啊 但是这个速度跑起来 我感觉跟火车差不多 非常快 非常的快的速度啊 那么梦见呢 梦见 人在做梦以后啊 或者人在睡眠以后进入深睡眠以后 可能会进入到梦界 而在梦界的更高世界 我称其为是新梦界 它是存在着四维时空的这么一个梦界 并且经过我的实证 梦界的你的梦之身跟现实世界的你的身体和性格存在着80%到95以上的类似性 也就是说 梦界的你的性格跟现实世界的你的性格基本类似 因为它符合量子纠缠效应 从种种的实证出发 梦界也好 现实世界也好 都真实存在着 四维时空 并且在四维时空内 时间和空间又是怎样的呢 四维时空有时间存在吗 四维时空的人的寿命又是如何计算的呢 好 我们会讲第二讲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